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怎么一点都不像他爸呀 现在的孩子跟那会儿可不一样 独生子 宝贝着呢 在家里当宝贝 到社会上别人可不把他当宝贝了 搞不好就会栽大跟头 你看 今天做的一桌子菜全凉了 都去找他了 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嫂子 我们干嘛到这儿来找啊 她呀 她经常喜欢到这儿来玩 小军 小军 给我站住 小军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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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 你别跑 来 来追我呀 想追我 门都没有 对不起啊 爸 站住 有什麼事啊 就往外跑 我氣死我了 你們 你們才欺人呢 說好的只要我可得好的初衷 就給我買平板電腦 結果都是騙人的 不就一個平板電腦嗎 你至於這樣使性子嗎 跟小姑娘一樣 那你怎麼說說 我媽和你呢 行 那這事回家再說 看你媽和你姑娘沒有 沒有 許麗 你們在哪兒呢 小巨在我邊兒呢 媽 來來了 來 坐著準備吃飯 我先把菜拿去熱熱烘烘烘 快吃呢 氣得讓他氣飽了 養兒子養出個冤家對頭吧 現在是冤家對頭 那我又走 行了小巫弄天哪 你讓他走讓他走 我告訴你沈小巨 我可不欠你的 小巨 就是你欠我的 小巨 你怎麼這麼給你媽媽頂嘴呀 上樓 上樓 好了好了 就讓優秀教師去對付他吧啊 我問你 你要的這個平板電腦 對你學習有幫助嗎 有 怎麼個幫助法 裡面可以像很多學習軟件 用起來特別方便 可以 可以提供我的學習成績呢 那教育局有沒有規定啊 杭州中學的中學生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平板電腦 否則的話呢 就沒法學習了 那既然教育局沒有規定 讓父母去買這麼貴的一個平板電腦 我覺得他們也沒有錯 奶奶完全支持他 奶奶 你不能 你不能是非不分呀 奶奶呀 是非分得很清楚 今天你爸媽失信了 沒有給你買平板電腦 是他們的不對 可是你今天這個態度 你覺得你對嗎 你看看 你就大吵大鬧 然後就離家出走 弄得一家人為你擔心 你一點都不像你爸 更不像你爺爺 你知道你爺爺是個什麼樣子嗎 他這一生啊 刻琴刻解 艱苦樸素 從小學到中學 就沒有花過家裡一分錢 那 那他哪裡來的錢呀 他的山上去挖草 要賣錢 whom自己讀書啊 后来他更加的努力 考上了大专了 毕业之后 他分配了我们的县命 成为一位优秀的工程师 再说说你爸爸 你爸爸从小到大 小学是三好学 中学是三好学 大学更是优秀学 还有 他对你爷爷奶奶 别说像你这样 给你爸妈使兴子了 就是顶嘴都没有过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父母亲拉拔他不容易 他知道感恩 他知道爸爸妈妈赚钱不容易 你看你今天 考取了好的中学 全家都为你庆祝 结果你呢 就因为没有得到一个平板电脑 你看看你闹的 闹得大家都没有办法吃饭 你想做对不对啊 奶奶 奶奶 我错了 那你是不是要做 爷爷的好孙子 嗯 做爸爸的好儿子 嗯 好 知错 难改 就是好孩子 好 一会儿啊 下楼道歉 我们就好好吃饭 嗯 爸 妈 我错了 哪儿错了 我不该离家出走 然后你不买又不买 我自认倒霉 自认倒霉 说明还是不服气啊 啊 好了 好了 小剧以后自己赚了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对不对 妈 快坐 小剧 吃饭了 来 喝点吃饭 来 我自己中间没为什么 driver 小剑 patients 请就不吃饭 我以往 老公 怎么 出水浮荣啊 天太热了 我冲了个热水澡 你也去冲一个吧 行 我一会儿就去 老公 就现在 走啦 好 我把邮件发了 我就来 等你啊 快点啊 老公 快点哦 老公 小坏蛋 老公 老公 咱们今天不用这个 咱们生个孩子吧 生 要个孩子 嗯 我说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原来早有预谋是吗 我拿呀 我拿呀 老公 老公 等会儿 怎么回事啊 老公 我都快四十了 再没有孩子的话就没机会了 咱要个孩子吧 我给你生个儿子 嗯 你等会儿呢 嗯 你真爱的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不要孩子 是我们结婚的前提 这个事我们之前就商量好了 怎么现在就开始变卦了呢 这爱情人太固承了 妮妮的抚养权可能要不回来了 哎呀 人到终你 事业为主 你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女性 作为一个伟大的照明 我 宝宝宝宝宝 我宝宝 听我说啊 等一下 听我说啊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女性 作为一个伟大的灯光照明艺术设计师 你不能把所有的心思只花在养孩子生孩子上吗 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女人心吗 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一心一意爱着这个男人的话 她真的特别想给这个男人生一个孩子 这我都理解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多 就是人多 所以呢 咱们呢 还是好好的可怜可怜这个地球 跟老公你知道吗 等老了 有个亲生的孩子在你身边关心你照顾你 那多好啊 老了以后就进养老院 我们没必要把现有的精力和金钱花在孩子身上 作为养老的交换吧 对不对 那我把您捏的抚养权要回来 怎么又来这一套啊 怎么又来这一套啊 少跟我找事儿了 你自死我 老公 我昨天一晚都在想啊 你哥和你嫂子在教育孩子方面啊 用心不够 方法不对 是啊 你看昨天小金闹脾气 谁拿他都没辙 最后啊 还是您给他制服了 那当然了 我是谁啊 我是他奶奶 那当然该听的 不过小香啊 我觉得你哥啊 最大的失误 就是不应该坐到老荡人家去 Mormon 他好 我用她招致了 德的 呢 恐怕 那么我们俩 再抱着了 Fiik 那个Neo 我啊 这和 eine一位 efen 我 舅舅虚弃 一点都不求上进 一缺钱花了 就来找他爸借钱 这老头可好 儿子一开口立马就给 这儿子又不孝顺 你说小区在这个环境成长 能好吗 爸妈说话又不算话 说买东西不买 你看看他昨天闹的 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啊 这小孩子是会情感敲诈的 这怎么办呢 丑也没有用啊 难道你想让我哥嫂搬出来过呀 那就算搬出来过 那当家的还是徐丽 他想干嘛就干嘛 我哥那么厚道的 他说话也不顶用不是 没错 所以好了 不要瞎想了 自己好好休息休息 我走了 开车小心啊 你收拾我打电话啊 老公 怎么在这儿碰见你啊 大妹儿你好啊 好啊 你得上哪儿去了 我买菜 你呢 我到图书馆进书去了 你看 你看我借了 做什么本书啊 我没想到你还喜欢文学呢 这不相反呢 我从小就让大工作家呀 也喜欢学点东西 可那时候工作了几十年 那月上班 那月上班挣那点钱就为了养家糊口 把我这点爱好全摸没了 现在好了 成熟了 你没事管了 自由了 我就开始补课 饿补 读书啊 写作呀 摄影啊 哎呦 老娘 我的散文啊 诗啊 好多作品都登在报纸上了 还有照片 哇 你这个兴趣非常的广泛 了不起啊 你没什么了不起 都是业余水平的 哎 但是 内心充实 快乐 嗯 很好 这点走一走 好 给你回家 可以去走一段 谢谢 现在 我觉得 大城市的老人嘛 爱好特别多 你看我女儿给我报考了 老连大学的司法班 哎呦 学习的人还真多啊 那当然了 现在不都说嘛 叫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哎 这就是对他们老的人说的 意思就是说呀 现在咱们老了 退休了 但并不等于就退出 生活的主流了 是 对了 美国有个墨西奶奶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嗯 日本还有一个 百岁的女诗人 你知道吗 哎呦 他们都是七十多岁以后 才开始易入创作的 哎 你上网 一搜就出来了 哦 呵呵 我可不想有什么名 只是太闲了 找个工作做做 嗯 但是 光想找点事情做呢 可不怎么好 我跟你说呀 你说你为社会工作了几十年呢 现在退休了 老了 那就应该坐下来 静一静 想一想 到底需要什么呢 到底做些什么 才能使自己 从心里快乐起来呢 嗯 哎呀 我老伴去世了以后啊 生活没了动心 哎呀 哪里还快乐得起来呀 哎呀 这过程我也有啊 我老伴去世以后 我痛苦的都想自杀 可以想 人总得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自然规律呀 对不对 想明白了 我就把它放下来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走路 走啊走啊 又我发现了生活当中 好多美好的事情 那就记录下来呗 我就开始学摄影 叼叼叼 到处找我 什么西藏啊 云南啊 大山亚呀 嘿 像飞了一样 真好 锻炼了身体 啊 记录了生物当中的美好时刻 多好 嗯 我觉得 摄影倒是一条正路 你看 都七十多了 还跟着年轻人一样 到处乱跑 怎么累啊 哦 哦 血坐是镜 走路是动 摄影是美 这一镜一栋一美 使我这个七十岁的人 有了五十岁的心脏 有了三十岁的心态 嗯 二十岁的一族 嗯 你说的对 穿着年轻了 心里就年轻 嗯 哎呀 你看你 这转的有点老气很臭 啊 嗯 这还老气啊 嗯 你瞧这这颜色不是挺宣显的吗 哈哈哈哈 你喜不喜欢文学 我呀 我以前嘛 还喜欢看看小说什么的 现在呀 没那个闲情意志了 对啊 我最近呢 写了一篇怀旧的散文 还陪有我拍的照片 哎 有时间你可看一看 嗯 哎呦 我可没那个水 你看 你帮帮忙吧 你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嘛 嗯 那就让我学习学习吧 嗯 怎么给我呢 你家离这近不近的 嗯 不远 也不近哦 好 那好 那咱们就是约定了啊 嗯 嗯 我后天下午去还书 嗯 还在这个时间 就在这个地点 啊 我等你 好吧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同学们 今天老师给你们做几道题目 其实呢 也不是很难 会做的举手好吗 好 好 好 三加六加一等于多少 啊 请这小朋友 十 等于十对吗 对 非常棒 我们再来一集 二加二加二等于多少 啊 喂 淋淋 张哥坐好 来 淋淋 你怎么了 老师 我逃晕 逃晕啊 这么烫啊 我给你爸爸打电话去 你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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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爸爸说 肚子疼不疼 不疼 想不想吐 吐 你昨天和今天 除了吃家里的饭还是什么了 昨天发现同学给我了一个小时 你没洗就吃了 妮妮 妮妮 我不是跟你 但是我不服了 你毕竟是你 只能够充满 绿色 你给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什么 临时住院了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还在发伤呢 幸快发现的及时 这种急性中毒性菌力非常危险 如果病毒进入血液再进入脑细胞 就算救活了 也会智障 现在各种措施都用上来 病情也控制住了 妈 放心吧 不会有后遗症的 真是太危险 妈 别担心吧 妮妮有哈清哥了 不会有大问题的 你啊 赶快去打电话给你姐 你看 妮妮都病得住院了 叫她马上来啊 知道了 喂 姐 妮妮她得疾病住院了 喂 小小 我已经请好假了 马上去杭州 到那再说吧 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去 你把病床号发给我 行 我今天不能回家了 我和女儿生病住院了 我现在往杭州赶了 那你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了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现在心里特别糊 我跟公司请假了 我现在去的路上呢 行吧 那你去吧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 带别 我知道了 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没事的 一路平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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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香 嗯 你好 姐夫 嗯 妮妮怎么样了 哦 她昏迷还没醒呢 我刚从医院出来回台里来上班 妈还在那守着呢 哦 什么病那么严重啊 嗯 是急性中毒性利剂 是挺严重的 我 我姐不是要过来吗 她没跟你说啊 她跟我说了 我就是打电话来慰问一下 哦 谢谢你关心啊 您 您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挺高兴的 嗯 白 嗯 白 白 您说这么两句就挂了 是不是很关心啊 腹皮撈草 哎呀 海青啊 我一想到妮妮这身体啊 你看她身子骨又弱 又没有母亲 在我旁边细心地照顾她长大 我这心啊 就像追刺一样疼 她要是个男孩子 那也要好戴呀 是不 可是我们妮妮偏偏是个女孩子 哎呀 她的戴法就不一样了 她越往大涨啊 担心的事情就越多 妈 您放心吧 我会尽我所能 让妮妮健康成长的 嗯 我怎么能放心啊 你说这个梅子 哎呦 我都懒得说她了 哎 哎 以你估计 妮妮要多久才能出院呢 你这个做爸爸的 可得咱现在照顾着啊 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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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有什么事吗 您好 我是珊妮的妈妈 我来看看我女儿 妈妈 嗯 我刚从上海赶过来的 嗯 你稍等一下啊 哎 好 放上吧 我来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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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妈妈来了 哎 哎 醒了 太好了 你 你一直高伤试睡 听见妈妈的声音就醒了 真是太神奇了 真是母女怜心啊 灌肠 书役 要我起作用了 你怎么生那么吓人的病 吓死妈妈了 妮妮 还来受吗 妮妮真乖 尖脚啊 妮妮真乖 尖脚啊 我先走 阿琴哥 我先方道吧 你怎么来了 老妈的任务必须完成了 她给妮妮已经先熬的米汤 说是怕等妮妮醒来 也说饿了 想喝两口呢 然后该送来 妮妮现在根本吃不了 留给妮姐吃吧 一会儿你先陪妮姐回去 我在这儿留着 阿琴哥 就让我姐留在这儿吧 你好 你不走啊 你不走啊 本来我今天跟别人换了班 现在妮姐守着 我又换回来了 妮妮生病 在医院里面待着 我心里踏实点 这儿我有 suffix 爱勁哥 自从你跟我姐离了婚 你们两个说话 就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先不说一日夫妻百月 就算是看在妮妮的分上 你们两个也要和睦一点才好了 小夏 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了 有什么不清楚的 你跟我说 行了 以后再说吧 干嘛改天说啊 现在就说呗 你明天要上班 早点回去吧 那你就解明额要的 挑重点 要不然我老稀里糊涂的不清楚 又说错话 办错事的 行 等妮妮病好了 我们找个时间 好好聊聊 今天不行了 我得接班去 那好吧 烟没电 回去吧 那我走了 明天再来 你 你 要真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你这么早起呀 我也睡不好啊 我担心妮妮 妮妮现在肠醉脆弱 她必须喝这个 慢火熬出来的米汤 外婆的爱心中 形容的到位 好香啊 妈 好香 这种米香味 想起小的时候家里的味道 困了就再去睡一会儿 上班的时候啊 绕一下医院 把我带过去 为了妮妮全家出动 不睡了 我干点什么好了 慢洗碗的成的 那我给姐和海鲜哥 啥带生枝吧 Lightning 对 让我带来 是 小心 来 你去住院部吧 我把这个给海鲜哥送上去了 给市长带吧 你快 不是想好看妮妮吗 这孩子 不看你女朋友去看小海青 不好意思 吵醒你了 晓晓 你怎么来了 你昨天工作得很晚吧 有个手术 凌晨五点多才结束 我送妈来 顺便给你带了份早餐 医院食堂有早餐 用不着给我带 那可不一样 这果汁是我今天早上先榨的 你补充维生素 对你这种熬夜的蚊子好了 你赶紧喝吧 我上班去了啊 拜拜 谢谢 李兄 绍乖 戴baj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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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d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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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熬了一夜累了吧 别那么难过了 我看你回去休息休息吧 累倒是不累 就睡点儿饿了 我出去吃营养器 你看我都忘了 我带你呢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回家 把那东西吃了 然后休息一下 来 吃完了去休息一会儿吧 不了 我得赶紧去医院 你也在那儿我不放心 现在知道不放心了 早干什么去了 妈 我知道你要说 但是我跟陈海青都已经这样了 别说我们回不去了 就算回去了 到头来还是这个结果 我这么不明白了 海青她跟你怎么了 她打你了 害你了 坑你了 妈 妈 你从来都是向她不向着我 大是大非面前 谁对我向着谁 离婚这件事情 哪有谁对谁错的 行 不吃了 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 妈 妈 妮妮还在医院呢 您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啊 我给你添乱 要不是我让小湘打电话给你 你怎么知道 妮妮现在病里有多重 你怎么会站在这里 这还不得怪柴海青啊 她根本就没有 抚养孩子的能力 她非得跟我抢孩子 她气没能力 那她把妮妮从三岁带到七岁 你呢 你尽心了吗 都说母亲伟大 并不是因为你生了她你就伟大 你是要付出心力的 怀胎十月不过就是三百天 你要把一个孩子培育成才 那得付出一辈子 我不是一直想要妮妮的抚养权吗 这您知道 那你把妮妮的抚养权要回来了 那个大卫认不认呢 她能怎么着啊 不认也得认 那你跟她商量过了吗 我看她是不认 我们商量过了 她只是 还要考虑一下 考虑 那就证明她根本就不要妮妮 妈 这柴海青要是给妮妮找个后妈 那更可怕 那我告诉你 柴海青向我保证 妮妮十八岁以前 她绝不进你 妈 您也太天真了吧 她说这话您都信啊 这 这到什么年代了 像她这种事业还算成功的男人 正是女人列曲的对象 再说 那个医院里面 一大堆女医生女护士 她说到能做到吗 你真是个糊涂蛋 不是好歹的东西 我是不是你胜的 你不是我胜的 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是 你啊 你就得意吧 不知天高定厚 将来有的你哭的 我就算是个猴子 那也是你跟我爸没教会好 你连你爸都敢污蔑了 你又没有 你爸 你又不要 妈 妈妈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消气啊 消气 我错了 我错了 妈 我真得去医院看妮妮了 走了